車警示燈在下著雨的夜晚 顯得格外醒目 車子緊急停在旅社門口 醫護人員將被害女子送醫 同一時間 警方也把砍人的兇嫌 帶回派出所 我是假日公讀生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不曉得 旅店內見血員工 卻完全不知情 21號晚上7點多 流行男子收替白色塑膠袋 進入位於新北市泰山 台立街上這間旅店房間內 原來他已經事先 用通訊軟體約了 許姓女子要從事性交易 趁著對方轉身換衣服時 拿水果刀遞住她的脖子行搶 女子猛力反抗 緊不遭兇嫌砍了三刀 他認為這個應招女 如果被搶劫 那就不會報案 所以想要用此方法 來搶劫財物 為什麼要假調真搶 低著頭不發異語 她就是搶劫不成 反遲刀砍人的流行兇嫌 年紀輕輕才24歲 看準應招女子 不敢報警的心態 假消費真行搶 搶不到錢鬧羞成怒 拿刀砍人 現在被依強盜及殺人 未遂罪嫌移送申辦 記者張智慧 譚可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